前段时间,李晶晶前助理曝光了李晶晶不少丑闻,李晶晶方面之前没有任何表示,随后发表了律师声明,但是其助理没有放弃,一直在微博放出各种各样的证据。 6月3日,前助理又晒出了跟李晶晶前夫的聊天记录,自立行间都在说李晶晶背信弃义。 前任助理晒聊天记录,指认李晶晶不守承诺1月3日,李晶晶助理在微博晒聊天记录,王浩森离婚好几年了还守着你们的承诺,从来没有说过你什么,结果你呢? 直播间诋诬陷人家,你真是撒谎不眨眼啊。 特别说明,该网友春风拂面889,为李晶晶的前任助理,基本天天在微博晒出与李晶晶现在等相关的爆料。 该聊天记录是助理与李晶晶前夫王浩森的,王浩森在聊天过程中澄清了自己并没有偏李晶晶的钱,反倒是李晶晶被弃承诺,离婚前说,再也不会找了,那么大岁数自己带着孩子好好。 生活就行了,结果很快就找了别人,李晶晶还多次在直播间诋诺王浩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